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23世的王一博终于过了一个没有恶意的生日 为了这次的生日,粉丝筹备了很久 在准备各种生日惊喜的时候 也在提防着各种有心人的小动作 生日如约而至,粉丝送上了一片绿海 那是王一博最爱的颜色 然而一早就猜到的画面还是发生了 肖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个时候喊话肖战的人其实都在递刀 为什么说一早就能够猜到肖战会被喊话呢 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两个 肖战和王一博合作的陈情令圈了一群CP粉 肖战经历了一场风波,黑子还没有放过他 果不其然呢,在王一博生日当天 很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博主开始发生了 内容无非就是时隔一年务实人非 王一博生日肖战没有送祝福等等 诸如此类,巴拉巴拉一大堆 在拿出去年王一博过生日的时候 肖战发布的动态带动一些读者的情绪 很快肖战就再次的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不过别忘了,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可不仅仅是粉丝 还有五个月以来距离于抵制肖战的黑子们 对于肖战的直黑来说,王一博生日当天肖战被喊话 完全就可以变成肖战倒贴蹭王一博热度 听起来是挺匪于所思的 但是黑子恶意曲解带节奏的能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呀 只要有一个切入点就可以分分钟的排练出一场又一场的大戏 从来没有讨厌过谁家粉丝 因为眼中所有的追星女孩没有谁家粉丝之分 只有理智和不理智这两种 对于CP粉同样不例外 只要理智,爱磕谁的CP就去磕 自己爱怎么脑补就怎么脑补 哪怕是磕着别人无法理解的硬糖 只要能够做到圈地自盟,不搞事情 那就没有任何人会去指责CP粉 但如今王一博过生日,喊话肖战的人真的合适吗 肖战和王一博拍了一部剧 能够因为一起合作而成为了朋友 这是他们彼此人生道路当中的一种财富 不管别人说他们之间怎么怎么样,好与不好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别人说了不算 而且友情不是体现在发动态送生日祝福这种事情上 两个人如今的状态 如果肖战真的发生,那才是大问题了 不仅起不到为王一博轻身的效果 还会成为伤害彼此的利润 因为肖战不是一个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 他目前的情况,每个动态中每一个标点符号 都有可能会成为黑子释放伤害的借口 这就像是有心人说肖战被黑五个月 王一博为什么不发生是一样的 发生了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反而让事情再度发脚,只会越来越乱 所以说在王一博生日当天喊话肖战的人都是在递刀 喜欢不是自私的借口 不能因为自己心中的那份小九九 反而给别人带去了麻烦事,甚至是伤害 当然了,怎么可能都是CP粉 毕竟理智的CP粉一直都拎得清啊 其中藏了太多有心人了 为的就是带节奏挑拨,作响,与翁之力 清醒一点,理智一点 出光不顶,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